Hello Hello, 小丸子同學 小丸子同學, 你好 起床 起床 這個不是小丸子, 是沈大師 還是先買廣告 大師為何會變成小丸子 因為今期iMoney 就會送小丸子 傳聞箱, 非常實用 非常實用, 可以裝衣服 裝玩具, 裝習物 裝書寶 可以裝賣股票 用股票交收 你很多股票 沒有 如果有興趣, 快點在7-11 或者各大門市 能夠買到iMoney雜誌 這樣摺疊 又方便 快點去搶購 大師家小丸子, 弱絲軟博子 什麼 你還說什麼, 全不知道 你還未出生的 不是吧 你可想而知 我們連小丸子都玩了 市是多悶 如果看了一條題 都知道今天那個名字就是 悶到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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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市真的 他講的 但是那個市 這樣換法真的不太好 因為今天成交都六百多億 一天少過一天 我們都要想究竟有什麼題目可以講 大師上次在兩個星期之前 就說可能會換到底 現在還有一半 沒有啊, 如果你過了這個星期 就是美國意識之後 英國大選之後 過了15號 知道那個美國 那個新加徵的關稅會不會加 還是延期還是取消 倒數 是啦, 還是翻桌 之後 最多走到下個星期 就等聖誕了 聖誕真的不知道是上還是下 上天非常之錯過山車 去年聖誕是下的 聖誕快下 去年聖誕快下 去年是下的 下回做第二個吃腳 是 25,000多的位置 現在期之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動 大師, 看得到 沒有啊 你上面閘了 就28,000 但是那些28,000 call 我覺得是short call 應該是上不到的 下面是26,000 25,600 兩個位置 25,800 那裂口還未補完 對 你搗下去 倒一倒又回頭 如果你說外圍方面 就觀望一連兩日的 意識會議 但是都猜亂出局 動作應該是不大的 還有星期四 英國國會方面舉行打選 應該是保守黨有機會勝出的機會很大的 所以英鎊方面早前都走了 反映了 對 反映了 外圍似乎都是正局一點點 等究竟中美兩國談不談一點 怎麼會被工黨做 那是很困窮 但是它又不能夠絕大多數通過脫鉤的方案 這次應該會好一點 應該這次會好一點吧 因為如果Boris Johnson說贏了 那他應該 他的方案勝出 即到黨內支持的機會都很大 1月31日就應該有 成功取得好 但你一定要保守黨 拿大多數的 他打電話去拜票 他說我是Johnson 人家都說 哪是Johnson Johnson是Johnson 索身分還是BB油 都暈色他 現在只是新的方案 對 如果你說看大陸方面 今天中國公佈了CPI的數字 正如說昨天 都已經知道市場預期 11月CPI應該升穿4 今天公佈出來4.5% 那就是因為豬價飆了1.1倍 因為豬價正下降 所以豬肉股也下降 有些人擔心食品價格 現在都升了1.9% 非食品價格都升了1.9% 那就是會不會可能 豬價對這些 可能周邊的一些食品 始終都有一些影響呢 即有個效應 影響就有 但未必會這麼大 那當然 你臨近 1月底就過年了 過完12月之後 其實就是過年的效應 都會令CPI高 但起碼豬價回復正常 就好很多 因為升得太多了 連非食品價也升了 因為中國上個星期五 就宣佈取消了進口豬的關稅 所以其實是緩和了一點 雖然豬溫都還未完全清晰了 不過其實豬價去到這些位 其實需求已經在反映著了 其實周邊的羊啊 雞啊 都已經抽了上來牛肉的價格 有 就是說抽了上來 害怕嗎 對 還有因為阿爺釋放那些儲備豬 有儲備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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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物性儲備 是啊 一路一路退 連續兩個月 在那裡退些儲備豬出來 那些雪了幾個月那些 那些 可不可以吃的 但是中國人喜歡吃新鮮 有時候吃那些牛肉 豬肉 狠狠地都吃了十個八個月 是啊 阿沈大師 你做個快餐 你做個快餐 雪很多年都可以 是啊 如果我們叫做冰雪 冰雪 當然不是說冰雪奇緣 不是冰雪 那些已經是雪到冰姜 那些真的冰雪 那些真的冰雪 但是我想說現在擔心那個CPI 其實連續兩個月都是 就是3 破了3之後 破了4都幾快 會不會影響央行本身那個 的放水速度呢 8個月高位 不過呢 豬價開始回落都是好事 因為對於這個貨幣政策 就有回多一些 鬆動的空間 上個星期五都開始放水了 MLF那裡3千億 還有PPI這裡還在跌1.4% 是PPI 跌得比如其多 市場是擔心 現在這樣搞法呢 製造又不行 經濟不行 但是通脹還是高 那會不會有滯脹 但是我又不覺得 還未算的 因為如果你是找到的原因 只是其中一個項目 是令到整體扯高 那不是真真正正的 核心的通脹全面性去上升 那是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現在有些聲音 就有少少擔心 就是中國經濟 是不是連保錄都可能 沒有所謂的 因為今天就有些新聞 就是國家法改委所屬的官方智庫的一個研究會 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在星期六的時候 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會議 曾經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劉勢 就說中國經濟 其實明年難保錄 應該改為穩五 其實會不會穩五這個 term 因為想著之前就說六應該會跌穿 之前有人說要保四 現在要穩五 即有些聲音出來連五 會不會都說都不行的 還是怎樣 其實又不是不行的 你預算了保不到六 因為我們的基數現在很高 是啊 你想想中國的GDP是全球第二大 美國是22萬億 你中國都說的是13、14萬億 你13、14萬億 你怎麼可能年年都會6、7% 曾幾何時 五、六年前 都10%是流上 不要給那個%去迷惑自己 因為規模已經是很大 是啊 這個是 中國1978年 剛剛經濟開放的時候 我們的GDP是多少個億呢 人民幣 應該幾百億 美金幾百億 幾千億 幾千億人民幣 1978年3千多億 幾百億美金 人民幣 那時候如果折合回 折合回美金 1978年就 二千 一百多 現在就不止了 現在的數就大很多 以前可能增長10% 都不及我們現在 可能增長5% 因為那個基數實在太大 所以其實 現在我們90幾萬億 92萬億 去年 不要太執責那個百分比 那個依然不大 曾幾何時 你補7都是一個目標的 補7就破 破了就破了 然後6.5 6.56 現在沒有問題的 那你還是在增長 還有你增長的總額 是一路都是增加大的 是 只不過是 因為基數問題的 百分比是小了 而且現在比起 2008年 不要比2008 將2018比2008 2018年 我們是92萬億 差不多 但是2008年 那時候我們才 31萬億而已 回了兩番 大佬 是啊 一兩倍都幾厲害 那幾年 你都只是十下十下 然後就是七啊六啊 你預了一個 基數當時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那個增幅一定是 越來越小的 但是其實實數呢 實數也是大了 實數也是大了 我想市場也是擔心 氣氛問題 就是今天 這些就是那些 用來炒東西的人 就是用來講的 炒東西的人 用來解讀和告訴你 基金其實如果你說 看一些outlook 看明年 綜合回來講 都是覺得 美股的市場 還有得飆 你不覺得 好像這幾天 還有人叫你買安搭 那些還不買 有人叫你買長城汽車 蜜都有人叫你買 多恐怖啊 今天那些體育用品股都洗得幾厲害 譬如說 美零都跌過6% 跌了啊 你都還是年頭的 其實我想都是那些基金 可能是國和青走貨 不割他 割誰啊 當然是國和青 當然是你幫他頂住 去散一散先 是啊 他當然是想你幫他頂 所以會不會可能 就是拿了上來的 都應該要先走去 有些呢 就出報告托住 等他去散 你接 就算不散也好 你幫他托住 起碼賣了一條數 去年那隻維他奶 就是這樣 最多就是一月再買 但是拿 接下來可能 明年炒的主題 都可能會是炒內需 因為今年都是 都是內需為主的板塊 還有呢 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你內需 看用品股炒到最不起眼那隻 那些手機設備股炒到最醜的那幾隻 那你就知道 開到逃眉 水眉 這些都是 每一次 就是我覺得 repeat and repeat的現象 那些錢不斷轉 是啊 轉過龍頭 但是你什麼時候買 都是買龍頭的嘛 為什麼會買龍尾呢 因為 自己奪了 走得慢過人 所以追龍尾 對啊 追龍尾 所以 那些龍頭股 其實他們在撤退 你還走去 人家升了三日 四日 五日才衝進去 告訴你 是原底的 你就不用 這麼急 買貴 就是買錯 經常都是那句 網友可以留下言先 例如 對於今年 賺了是不是有國和車 可以留言問一下大師 股票 股票當然是買來沽的 是啊 有些人可能捨不得 攬持一輩子不沽 但是 譬如說 你睡著那個 就說捨不得 對 對 對 好 好 這樣也要想 搞錯了 你當然要想 哪裏和你睡 我一定要很清楚地回答 那你近來和什麼股票 你近來和什麼睡 你近來和什麼股票 沒有 我有兩隻 一隻就 但你買call 1810 一隻981 981中心國際 opard 中山 中想 通過都會嗎 來到這些位置 破了九個半 那就上到十穀 只上十塊 平均 泰國洲下大約十個半 這去到十個三 Catalету 今天也有消息,內地的電腦方面,因為中美貿易戰越來越強 所以中國裏面都要使用國產,不要用外面那些 強勢出擊,阿爺,你美國電腦都撐了它 我更加防你,打電腦都不讓你用 內地的晶片是否能夠支援電腦,即技術上 這件事,所有香港人都會懷疑的,但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就慢慢看,又不要這麼急去懷疑 因為由去年中興事件之後,基本上你會見到 內地是很積極去,更快去做到一件事 不需要靠外來供應,現在我拭目以待 就看華為有款機,是完全沒有用美國晶片的 就快要出的了,可以嗎? 有些OS紅蒙好像都說,不是這麼厲害 那沒辦法,慢慢來 是呀,中國人都不相信中國人,那沒辦法了 那沒辦法了,是不是 怎樣呢? 差點說錯了你的私隱 我半個,是中國人來的,麻煩你 你是中國人來的 那怎樣呢?繼續說 我覺得等,看吧 其實就很多事情已經是如火如荼去做 當然,你說是否一下子可以取代美國的高質素 高技術那些晶片呢? 不一定 但是我也覺得有年多的時間準備 不是繞著手的,就是很多事情逐步來 還有這個姿態也很明顯的 是啊 我們不是說沒有反制措施,任你打的 如果再打到最後,看誰笑到最後 下一集打的就是打原料藥 其實有時候不是 原料藥很多 美國要做的藥,原料藥 那些麻煩的原料藥,其實是中國出的 很多都是的 抗生素的原料藥,青梅素 外面已經沒有藥廠做的了 當年就是只剩下我們中國製藥 現在那隻石家莊做的 做到它吐白泡 就是這個margin又低 但是現在最慘的是 當人家人人人人人不做 連生產線都搬走了 走去人人人做抗岩藥 那些抗岩藥要進來我們中國 我就壓你價了 跟著你的原料要問回我買 那些就有提價能力的了 還有你看貿易戰那些政治的爭辯 不要看誰大大聲那個 就以為那個厲害 其實大大聲那個才是最害怕的 什麼叫聽新特大?沒有貨賣 沒有貨賣 雷星大雨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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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華春瑩說 我們由始至終都是 我們沒有反應沒有出聲 沒有定過時間表 是你 現在特朗普說又要急又要行 又說要行 又說沒有底線 我初初說這件事 特朗普是自己顯出了自己 被人欲蓋離張 我很急 我現在我不急 被人說其實他很急 如果你有少許 中國傳統的智慧 你都見到 中國一直在面對中美貿易戰 那個策略上是很明顯的 是 不出聲 忍 鼻 拖 到差不多 反攻 反攻之後 你又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我又照樣 之後再看 你來到這個階段 說真的 已經被特朗普兇到這麼厲害了 你就加了 十二十五加 你夠膽你就加 你加盡 你加盡就是這樣 加盡就是三千億 最後一劑 加盡它 對 國內的通脹 你加了自己 零售不用吃嗎 看你還有什麼 板斧 先說一下 因為有家人觀眾真的問 很多人就問 先說中國電腦 Kitty說 如果真的換了中國電腦 那992買定嗎 今早正在買 992 下回5元邊 但這隻很難炒的 我覺得 難炒 這隻一定是 真是LongChamp跟它搏的 但它經常都好像6元 突破不到 它太蟹了 太多蟹貨 我暫時 自從去到七個半之後 我就沒有再跟進去看它 可以不可以 但下回5元邊 你終於可以坐下 我又覺得沒問題 但我已經轉去第二度 即是110 或者901 煲的那些更嚴重 可以 清姐呢 992 會不會說 992 因為其實這隻比較多人 嘀氣 因為都覺得它是一個 電腦是沒落的產業 它有手機的 但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它就是無敵市最寂寞 它是無敵的 去過MarketShare 但它那些電腦 其實內地人都不太用電腦 因為它們用手機 手機多 即是它們是比我們香港人快的 它們用手機是比較多的 但它有個魂 是嗎 即是它有個魂 是的 但是要等 不知道吃不吃到5G的浪潮 Motorola 那就是要看看有沒有5G的產品 Motorola Nokia 和Sony Ericsson 都是做系統的 是 它們都中不少標的 另外 如果說開手機 很多人問小米 因為小米 今天很多家人的觀眾問 例如第一線 怎樣看位 如果你說有消息 就是小米在日本市場推 Me Note 10 是 智能手機 明年有10款5G機 十款 多厲害 現在它是全球第四大 9.9% 你給我的 我推雷軍另一隻 哪隻 我看你推完小米 我不推 我推 三百八百 不要 那隻都不行 那隻很飄忽的 那隻用來炒上去 雷軍還有哪隻 通達 通達 通達都可以 它通達了下來很久了 是 幾元 我看它的樣子沒有這麼壞 容易炒一點 好炒一點 好炒過金山軟件 好炒過金山軟件 如果你喜歡買軟件 你不如買中國軟件 三五四 通達 譬如現在的位置 我考慮過 清姐 雖然今天升了3% 逆市爬升 看位 全部看位入 草貨 我想借小米也下不到九元以下 八個多的已經過去了 實了 會過去的 但現在這個位置還追不追 還是 你想想它17元招股 是的 還有位置 你買到這個IPO那邊 九元以下停了幾個月 不斷說尾眼買 買了不怕 還要買完尾眼 閉上眼 不過暫時九個半 真的頂到行 是的 你記住雷軍答應過 你給你一倍 是 由哪個位置開始 17元的一倍 我不知道用什麼位置 八個半的一倍 我就是用八個幾開始計 招股價 我只是上一支股價 那我也有一倍 說真的 如果現在九元 九個二 上一支股價的 你介意那幾號 一個幾號 八個半定八個八定 是九元九個二 九個四 九個半做什麼 你不要去街市買菜嗎 不要緊的 但是人們很喜歡這樣問 九個二買好 還是九個三買好 然後買不到 買不到 10元樓上問你追不追 是這樣 升了才來買 金也是這樣 那下次你叫它怎樣 追條毛 金外面的人 你不要再問我買不買 已經說了 叫你買的 那金就是一樣 金現在你不買就不能買 要講的 就已經苦口婆心說了 那些人明年有機會破1900 外面我都聽說 但如果有人說的時候 他就不破字 是啦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1800、1900 是出現的 但是 現在都很多水位 都1400 是 我初初1200的時間叫買 就更多水位 但是金你說 甚至1200 都升到1500 然後倒下來 那些人就害怕 等下去1450就害怕 那1500樓上叫你不要買 等下來1480、1460、1440買 現在就是1480、1460 沒見過 下來了有得買 1440未見 因為近幾年 央行有持有金 他持有金 他肯持有金 是印度 因為經濟一般 跟中國差不多 印度買少了 形成供求受損而已 但是 整體的大小 金都是要上的 不信 扯看看 2840 月線圖 大圓底 2840 真的是 Spider黃金 月升越貴 去年11月的時候 八百十幾元 八百幾元 開班都叫人買 然後 985 不肯回 1050 對 1050 100 然後 都下不了一千 下不了 想他補裂口 1050 那些位 補一補 這個是真的 最後召集 金的大圓底 大幼市出來了 現在 你只可以往後 越買越貴 買一下金也好 就是幫一下 我們的零售 他走生 走大福 那些買 我們是不是有購物券 是嗎 是嗎 是不是 是內部消息 不是 因為這幾天不斷討論 是嗎 後來就說 通融有1萬元 我們知道 我們買金的 也好 買看白街 買什麼金 本地消費 如果給我 就去買一些支付簿 因為我們本地的零售 今天出了的數字 就差差 預料了 指負零售本地協會出聲 最新的調查 就說未來六個月 即半年都會出現了 比較大的財源潮 受影響 員工有5,600多間 今天報紙都說 有可能7,000間食肆要收拾 股票行都收拾了幾間 不過我又不是很明白 7,000間食肆收拾 為什麼炒5,000多人 不是一兩個不同的醬汁嗎 兩個不同的醬汁 我今天去看看 為什麼7,000間食肆不見了 但是只有6,000個員工 會不會說 其實 有些食肆根本不用聘請人 這條數真的很吊詭 很內容人尋味 我第一時間一看到 有某電視台 擺兩條數出來 他將兩樣東西擺在一起 令我們覺得很疑惑 我真的很疑惑 我的數字很敏感 但對於香港經濟 可能是寒冬最不疑惑 還沒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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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深秋 剛剛立秋 有些風 都哪裏寒 指數都沒殺下去 走過立秋 你由day one 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已經知道要寒 不過還沒多久 真的還沒多久 現在等於 大膽油 不是大膽油 這是經驗 正式的經濟分析 我去年跟大家說過 香港實體經濟死了 沒有人相信 我們不是全天候上淡 沒有人相信 剛才那兩隻都唱好 我有唱好的 我不是十年前開始唱淡那些 你要記住 十年前唱淡那些 現在唱好的 真是慘 怎樣 不是 哪有人接他的課 經濟有個週期 有個週期 逐步逐步逐步 還有你要明白 之前的經濟起 是什麼原因 你逐個原因 拿出來情 你就知道 現在的經濟 要向下走 是什麼原因 而正式指 是還沒開始 是剛剛起步 現在幫你做一下熱身 熱身像水灣 有這些報告 看看大家的反應 會不會很害怕 大家不害怕 打正底 大部分人都還沒害怕 我告訴你 通常大部分人 要水浸眼眉才害怕 現在才是腳眼 有白 腳眼和眼眉 真的差很多 大哥 外面的人還在說 沒有事 有人問 譬如說 泰興那些怎樣看 611 泰興 其實這間公司是好公司 是好公司 但是內閣 真的有誠意做餐飲 是 我都算是 這麼久喝飲食業經驗 我覺得她是做得很好的 內閣真是個環境 客觀環境的問題 所以 時不外語 但是我看到人流方面 她也算保持得挺好的 形勢比人強 她保持到 還有她的質素 這麼多的食物質素 有些公司就好 好像招商那樣 承諾了明年 給6厘9 再明年就給7厘4 再明年就給6厘6厘 你不一樣要沽到人家 村底 今天一樣要潛水 個個就只去看啟明 什麼啟明 今天個個只喜歡 我可以不啟明 不是啊 吳啟華 太老 每個就只看另外一隻醫療 未有盈利的那隻醫療 啟明 承諾給6厘9 你就不敲 那現在不止6厘9 她跌到 穿了 不過當然這些百分百 派到給你的 你又不珍惜 是要抽不到 不過 今次IPO啟明 是特別多人問的 問我的人多過問阿里巴巴的人 是呀 其實這陣子都很多人問的 那些IPO 市又不知怎麽搞 是呀 他經常打算IPO是正在贏的 不是 就是抽一下 感覺上 那時間那麼悶不如抽一下新股 那是呀 沒有所謂 我不阻止人的 抽新股 可能中到一兩成 好像啟明一樣 今天都爆了三成多 可不可和稱 剛才有隻時代倫理招股 都有人在問 去不去 我馬上想起 陰庸遠在 嘩 潛到 令我不敢 你只是想過 輪你 真是 不知怎麽輪 真是 哈哈哈哈 啦 真是 這個大家自己 說回太興了 時代也是很很敏感的 是呀 是呀 是 或者吸引到 另類的突然 說過太興了 真是 成交都縮了 我覺得他 都未完成沉底 將來啦 將來等個客觀環境 定了 這樣才再想 是 其實香港的零售很難搞 是 有人就問 去新股那裏 因為保理 快要上一隻物館 那這隻有抽不抽過呢 因為就 因為保南 背著保理集團 保理地產 會不會有條水喉射住 可能做物業管理也會好些 還有 興資產好像早前是市場的 主流 是呀 你抽一下就沒有壞 真的沒有負責 就是沒有負責抽的嗎 是呀 就是 為什麽要負責抽呢 說真的 好的又不會給你多 是呀 不好的就給你 你自己都原來 你走去負責抽 今天那隻招箱 你真是中了 就是啦 第一天上市買便宜過你了 你連勇都蝕了 顏色又蝕了 你想一下 抽IPO一隻勇的 即是如果在股市 你要搏運氣那些東西 我就不太適合我 搏運氣 我不在股市在很多地方 是嗎 例如呢 李斯特成 會不會打低 大頭牆那些 李物浦 很難的 今年的李物浦 但冠軍他有14倍 很難的 你猜當年嗎 跟阿仙奴搶嗎 但我沒有效在李斯特 那你沒有效在股容 那我沒有效在中大 他自己去撐 不要緊 不要緊 大家撐的對象不同 但譬如說 如果你說看市況方面 重磅股 匯控其實 昨天收市之後 有很多高層人事變動 批發市場和信貸風險管理主管 或者環球財資 那些炒房 都要撐一撐的 再加上營運總監 你說清楚一點 撐一撐些人事 撐一撐些人事 嚴慕 嚇死我 不是說裝修樓 八連露店 八連露店 撐一撐 不是撐了 有測離式 我怕你下次又要落淚 不會啦 不會啦 屎潤堂來才離開 湯哥又要大肚子 嚇壞大肚子 但是匯控近來很多人事變動 雖然今天股價 不是說動得很多 但是近來都非常呆滋 所以匯控現在又要撐一撐一撐有事 貼千往外 坐一台 在那裡 他本身那個業務方面 是否有少少可能出了一些 可能有瑕疵 可能要再撐一下 因為加不到息 早幾年 匯豐股價 為什麼有58元 抽到去85元 因為加到息 因為九叔就還未退休 他的option等著exercise 因為呢 銀行坐著很多錢 是不可以借出去那頭串 他都要上個息上的 他都是一個Deposit塔來的 減息對他來說都很慘的 他坐著大量的頭串 那些息率回報都沒有陰功 還有近年想想他那個炒房 又不是說真的好 IPO 你有多少隻是匯豐罷頭位 他最多是做 receiving bank 收票 不過很多時候都是放在行生 還有有很多生意他都不敢做 因為被人罰到 伊朗那裏又被美國罰錢 所以難搞的 都哭了 還有他現在的股價 你看看他這麼辛苦 這麼多人買 千繁並拒 上個星期五 都是去不回60 你應該反過來 幸好這麼多人買 如果不是50不保 但是最多人買的那些是散仔 還有 以前呢 平保都會申報一下 南下會買一下他 或者是 有些資金是北水下來買 現在北水到錢 這麼多選不選他 還有呢 他已經是由三線匯聚 變成向下分散了 他現在只是給這條十堅線 57.9都壓死了 你問我有沒有機會穿40元 我都覺得有機會的 所以我說你準備另一點點 我儲定 40元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如果成李貴然 就真的死實了 見四字頭 我請吃飯 這麼害怕 聽著 見四字頭 請吃飯 大家 我害怕 因為他見四字頭的股市 聽著有粉和 他都很重磅 見四字頭 見四字頭 那時候 不過他還會請我吃飯 是呀 放心 重磅的 見四字頭的股市 那你頂回一隻 騰訊 騰訊 再頂回一隻 阿里入了 阿里入了 就頂回一隻阿里 阿里都頂好幾多 阿里都 真是頂 2013美盟 有阿里面問 他三個一如七買 但我看他都是很挫敗的 為什麼他的圖 很像匯豐的圖 只有一浪 只有一浪 三線匯聚 向下分散 十天線 三個二都上不到 還是一個沉底的格局 不過這些位置 像是三元 就擠了一個底出來 但是你說 是否 微盟會 有些反彈動力呢 我暫時看不到 是 另外有關觀眾 就是想問負力 負力很厲害 升了很多 金尼強 有高息 可不可以買嗎 金尼強那些我通常不會買 阿婆走得快 即是金尼強 他當然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 你幹什麼 這陣子 我都是金尼弱的 我就買 很多人 你看看 今天有一隻首創置業 今天升了幾個巴仙 今天就公股了 還要大接壤 大比例 十股五 兩股變成三股 內房 吃機無神上去那些 你都自訂 都是可能要抽一下水 早前那隻 華映之地 就抽到上去三十七那幾 跟著就配股 跟著那個大裂口 今天就補回了 不過我見到 近來的行業都說 內房的銷售好像就好一點點 金九銀十之後 可能金九銀十之後 沒有出現過 11月的內房銷售 就比預期是強一點的 就看可能明年 會不會銷售情況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再加上內房 一向都是中國經濟的命脈 都不是的 留房我們住 不是我們炒的 所以就說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 沒說就當不是 沒說就當被你炒 還有市場憧憬 已經有一些賺輕經濟的計劃 會寬鬆的 會寬鬆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明年又說要賺六賺 對 現在又說要賺五 又要補六的話 可能內房都要 到時先 看看去到一個階段 現在未有內房 老實實 剛剛我看一隻微盟 真的回購得很厲害 不過它那個SAAS 又不是不看好 但是呢 可能真的要 見到真正的買入信號 你才好拿 我覺得先過這個禮拜 是不是 過星期五先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 磨一下磨一下磨到月尾 那就聖誕前才買 今年就完 聖誕前買東西 聖誕前買些 買什麼 小米 到時看價位 等於你入到百貨公司 你都未知你買什麼 看完就知道 是 真的 就算我喜歡這隻中國軟件 這期升到這樣 兩支音竹 雖然成交縮了 但是它拋離十天線 三個八毫半這麼遠 我會決定 等 等一下先 等下個禮拜 如果小米 一八一零的話 它下回九個二毫一 昨天做了一支音竹的射擊之聲 應該是怎樣部署 它拋離十天線 九元零四 都一段少少的 不過這兩天又是 壓下來成交縮 不過它撞頂 撞回十月尾那個 沒有有些大位 它一定要停一停的 你說借小米 小米 有些股份 profit taking很重要 好像昨天發營起的安答 還有李寧這些都做得很慘烈 今天的跌勢都很激況 基金可能留意 可能年尾那些早排 升得多的那些 可能強勢的股份都要 任賤不能而 profit taking 不留情 奇的 小米一九元邊 浸泉再來就上去破九個半了 又是最後召集 小米最後召集 中芯回一回回來 看看會不會都十個八 喜歡的 華雄多些 華雄啊 中芯大些 中芯是張宇京 他自己的公司 給台積電當年收購了 接著再自己去上海 隻身去上海 打江山 但是今天 華雄半導體1347 都繼續去到一個月的高位 還成交大 不過我覺得差不多 還有沒有好事嗎 好啦都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今天 個市 我們都 講了很多股份 還有 其實近來真的 個市都是六百幾億成交 大家可能真的要等一等 等啦 好今晚 15.3.8 千萬要補充 真是華雄有裂口 等他殺回頭 其實現在這幾天 有些股份真的追高了 待會一個不小心 計算都很狠 好都是回答這個Bella 你是嗎 Bella 保守當贏了 對長和系有沒有利 因為其實長和系很久都沒有說過 誰贏都沒有影響 當然是英鎊 對 但是他的鎊鎊已經很久了 還有 那個綁籠不回去 長和真的挺悶 其實那個綁overshoot的很厲害 基本上 你誰贏這些位置都能站得到 1503今天上那隻 能不能進火 看清楚一點 起碼清走了那批媽展客 百分百的感覺 新上市都是炒公求 看著那些公求因素 不過呢 息率吸引的 好啦 今天節目都差不多了 謝謝兩位 多謝 謝謝 再見 拜拜 Thank you